龍山醫號在博愛醫院的時候就已經發病 期間離開醫院回到遊民群聚場所 我是建議把所有曾經接觸過患者的人 通通隔離採檢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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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全世界都會知道 是我們家先出的社區感染 是我們的市醫收了確診病患卻沒有發現 是我們台北市防疫失敗 這樣子會把我們之前所有的努力 通通劃成碎片 我們的衛生署長在記者會上掛保證 是我們臺灣三菱 衛生署長都不及 李吉正 我們只是地方政府 中央怎麼說 我們怎麼做 可是局長 我們是一直口口聲聲說要超前部署 超前部署是用在可以加分的地方 不是用在扣分的地方 你聽清楚 這一個案例 我們什麼都不做 今天這一個會 不可以露出去半個字 不然你們腦袋都不保 關於那個龍山一號的狀況 中央他們自己搞不定 一個說有確診 一個說沒有 現在怎麼辦 我們已經轉出去了 不外醫院應該沒問題的 可能社區已經有引擎傳播電了 如果社區感染就不關我們醫院的事啊 還是我們先做社區清銷 局長 我們現在做清銷 會引起民眾不必要的聯想 社區清銷不代表有民眾確診 只是我們關心市民的健康 所以超前部署 水溝蓋都要噴喔 大熊 你去拍他們在消毒什麼 拍者切一點 OK 學長 搞這麼大動作 要做什麼 消毒啊 看不出來 看得出來 但是在消什麼頭 那個 局長 請問為什麼要對社區進行消毒 真的有社區感染嗎 局長請問之後台北會崩承嗎 市府對民眾沒有絲毫的隱瞞 這是台北市的預防性措施 局長指的是中央到目前都沒有作為嗎 地方比中央更積極作為 您覺得中央會有什麼樣對應的政策嗎 我們不怪說中央沒有任何作為 辦國際研討會 或是宣揚台灣的防疫成果 大家也都很辛苦 只是 我們要呼籲中央 盡快擬定社區感染的SOP 台北市府一定會以最高規格 來面對這次的SHARK事件 以後我們的市民 正在同一陣線 報告局長 這次龍山一號兩份檢體 PCR檢測報告 統統都呈陽性 我建議我們應該要更謹慎地處理這個案例 龍山一號在博愛醫院的時候就已經發病 期間離開醫院回到油民群聚場所 我是建議把所有曾經接觸過患者的人 通通隔離採檢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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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全世界都會知道是我們家先出的社區感染 是我們的市醫收了確診病患卻沒有發現 是我們台北市防疫失敗 這樣子會把我們之前所有的努力通通化成碎片 這個責任你扛得起嗎 請問你要怎麼匡列隔離 怎麼隔離篩檢啊 好 就算你找到這些接觸者 這些接觸者再接觸的人呢 你要全面隔離嗎 你哪來那麼多人力做這麼大規模地調啊 報告局長 我還是建議 我們現階段可以匡列多少人就先隔離 這樣多多少少可以降低一點風險 羅科長 你是在教我怎麼做嗎 局長 對不起 我只是覺得我們真的要謹慎一點對待這件事情 不能讓代言者在外面到處傳播 你在亂說什麼代言者啊 我們的衛生署長在記者會上掛保證 我們臺灣三菱 衛生署長都不及 李吉正 我們只是地方政府 中央怎麼說 我們怎麼做 可是局長 我們是一直口口聲聲說要超前部署 超前部署是用在可以加分的地方 不是用在扣分的地方 你聽清楚 這一個案例 我們什麼都不做 我們不做得到的 但是我們不會做到的 中央 我未得結束 我們不做錯的 感谢观看